我们进总统学 除了三学之外 我们是订了五个科目 三夫 摆在第一 他是最高修学指导原则 摆在第一 第二六活 人与人相处 不活 秩序就乱了 那是自毁回他 佛法要向心旺起来 六合金太重要了 僧团 为什么称为重中尊 这个重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团体 僧这个团体 是在天上人间 一切团体里面最尊贵的 最值得称赞的 什么原因呢 要他留活 活为贵 今天讲和谐 他们真正能做到真正的落实 戒和同几 戒和同修 戒是守规矩 身同柱 口无增 意同月 后面是利同君 那他真做到了 心地真的是 清净无燃 正而不息 静而不燃 拒而不靡 所以他值得人尊敬 可是这样的僧团 佛在世的时候 在这两千多年当中 佛教传达中国 在没有传达中国之前 在印度有一千年 这三千年当中 确实 由六合的身团出现 社会安定 世界太平 祝佛护念 龙天勇护 生他没有了 居住在一块 一个道场里头 人故一致 每个人志趣不一样 就是见和同结 没有了 不能真正地 赢个守规矩 去借和同修也破了 那身口一三一 就明不了要造一了 证明主理 道心 舍掉了 修行 当然谈不上 所以 三伏六合 是身团的基础 由这个基础 才能真正 谈到修行 谈到功德 然后我们才数 三伏六度 三伏是节定会 六度是不识 知己 忍辱 精进 缠定 般若 最后 我们取的是 普贤 菩萨 沙大愿望 我们的五个 阔摩 好记 你记不住 你就做不到 你能够记住 常常用这个来反省 简点 自己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这个相印 就对了 我们没犯错 与这个相违背了 赶紧要改 要知道 修行是为自己 不是为别人 也不是为 释迦牟尼佛 完全为自己 自己 想不想再搞轮回 真的不想搞轮回的话 那你得好好修 感谢观看